最近YouTube频道 不要闹工作室拍摄影片 讨论外国人觉得台湾的食物包装 真的很复杂 用力拉 用力赚 怎么扯就是打不开 外国人碰上弹珠汽水 挫折满满 至于许多人常选择当早餐的 超商御饭团 常常让没吃过的人 弄得满地都是十分狼狈 可以开门吗 对 第一次看到我弄破了整件事 不知道怎么拉 因为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往下拉 然后就卡住了 记者实际查访 当台湾老外遇上御饭团的反应 只见外国朋友第一次吃 不只撕破了包装 就连海苔也直接撕破 如果想外带热汤 把汤装进塑胶袋 帮上红色塑胶细绳 喝的时候这样做 我会直接搅拌 搅拌 然后一 嗯 这样 透过外国人的外食体验 让我们发现 平常非常习惯的食物包装 对老外来讲 却是一大挑战 记者 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现